嗨,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聊了一期关于金国灭掉辽国的故事 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女真人建立了金国 军事力量能够崛起 主要是靠有优秀的战马 也就是黑龙江马 那女真人她发明了配合战马的战术 铁夫图和管司马 铁夫图和管司马在当时属于无敌的存在 所以金国横扫了辽国和北宋入主中原 那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 说既然契丹人骑着蒙古马 败给了女真人的黑龙江马 那为什么后来的蒙古人 同样是骑着蒙古马 却能打败女真人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蒙古为什么能灭了金国 女真人之所以能够崛起 跟马有很大关系 跟人也有很大关系 我们之前说过 相对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来说 女真人还处在比较野蛮的阶段 但是呢 这个时期的女真人 她们的生活质朴 崇尚武力 女真人有一种尚武的精神 那完颜阿古达 她在起兵的时候只有2500人 她只用了12年的时间 就征服了辽国和北宋两个帝国 这个战绩 在历史上来看是相当牛的了 那当时的女真人 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大呢 金石里面是这么解释的 说金国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的成功 是因为作为一个新型的马上民族 女真人有天然的尚武精神 这就是她们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所以说呢 尚武精神是女真人强大的原因 但是呢 拥有尚武精神的女真人 在入主中原之后 只拥有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这种尚武精神就消磨殆尽了 南宋有一位大思想家文学家叫陈亮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兴武论》 在《中兴武论》里面他说道 女真人南迁到汉地之后 很快就舍去了自己安玛的长处 转而沾染了中原伏靡的风气 就是说整个女真人的风气都变了 从尚武的风气 变成了文弱的懒惰的奢靡的风气 当时的元朝人 在总结金朝衰亡的时候 有一句评价说得很好 说金以兵德国 亦以兵失国 所以说金朝的灭亡 最主要的原因 是女真人的尚武精神没有了 士兵没有战斗力了 那在蒙元初期 还盛行一种说法 说金国的灭亡叫金以儒亡 就是说金国在入主中原之后 学习了儒家的文化 女真人完全汉化了 这是金朝亡国的原因 那是不是因为女真人汉化了 因为他们学习了汉人的儒家文化 就导致了金朝的亡国呢 我们来看看金朝汉化的过程 历史上的北方王朝 比如说契丹人建立的辽 女真人建立的金 蒙古人建立的元 还有满族人建立的清 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后 基本上都汉化了 他们都接受了汉人的文化 用儒家的文化来治理国家 当然哈 这个观点很多西方的学者不接受 他们认为北方王朝是政府者 始终没有汉化 那咱们今天也不跟他打这个官司 我是认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后 或多或少都汉化了的 其中金和青的汉化成都是很深的 金可以说是汉化的最严重的 是完全的汉化 那辽和元是汉化的比较少的 辽呢又比元汉化成都要更深一点 那同样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为什么有的民族汉化的多 有的民族汉化的少呢 那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刘浦江老师 他在研究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 他得出的结论是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成都的首要因素 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 它跟中原民族的生活方式如果越相近 那他们汉化就越容易 汉化也就越彻底 那金朝的女真人和清朝的满族人 他们都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 那他们的生活方式呢 是以渔猎为主 龙羹和畜牧也都是有的 属于定居生活 那虽然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但是女真人的生活方式 跟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汉人更结基 所以呢 他们汉化起来更容易 汉化的程度也就更彻底 在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过程中 大批的女真人移民到了中原内地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女真人的移民 在历史上也叫蒙安谋克南迁 蒙安谋克是女真部族的组织制度 那它既是一个生产单位 也是军事组织 女真人在这种组织结构之下生活 他们平时的时候就狩猎生产 打仗的时候就是军事编制 蒙安谋克其实就是女真的军队 有点类似于中原的军囤制 那在金朝初年 女真人的分布范围只是在上经 东经先平府三路 就是所谓的金元内地 那后来随着金国灭了辽国 女真人他就以军事吞田的方式 逐步向辽国内地迁徙 在这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进入到 昌城以南的汉地 在金太宗灭掉北宋以后 金国占领了汉地 占领汉地的初期 女真人他也没想长期的来占据中原汉地 所以呢 他先后扶植了两个傀儡政权 一个是楚 一个是齐 但是呢 由于这两个傀儡政权跟南宋都无法抗衡 所以金国只好改变策略 他们对中原汉地开始直接统治 为了能够统治中原汉地 女真人就按照蒙安谋克制度 大量移民 把女真人迁徙到中原地区居住 金朝让移民过来的女真人来控制汉人 从金太宗末期开始 大批的女真猛安谋克就移民到了汉地 再到后来 金朝从南寿手里面 重新夺回了河南陕西之后 金朝又将更大批的女真人迁徙到了中原汉地 这也是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在这次移民之后 当时基本上90%的女真人都移民到了汉地 移民到汉地的女真人 她们并没有不适应 反而她们很快就适应了中原的生活方式 而且她们看起来很享受在汉地的生活 有个现象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个情况 那女真人她有按山川起名的习俗 在她们移民到汉地之后 很多女真人就开始用汉地的山川来起名了 比如说像完颜燕经 普查西经 完颜江山 培满河西 这些名字都是用汉地的山川来起名的 说明她们融入的很快 所以说移民是女真汉化很重要的因素 女真人的汉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政治体制的改变 辽国的汉化程度它不如金国身 除了生活方式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体制 那前一期我们说过 辽国它一直都是二元政治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国两制 二元政治是北院大王管理草原 采用草原的不足制度 南院大王管理中原 采用汉人的均线制度 金国在初期的时候 他也模仿辽国采用两套体制 但是金朝从金西宗改制以后 他们就抛弃了旧的制度 全盘采用了汉人的制度 在金太宗天会初年 就有一些女真贵族主张废弃女真的旧制 全盘采用汉制 根据金史的记载 金太宗的弟弟完颜协议和完颜宗干 这两个人主持国政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劝金太宗改掉女真的旧制 采用汉官制度 有此就能看出来 当时女真的高层支持汉化的实力 已经相当强大 不过在金太宗的时候 一直都还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 一直到金太宗去世 到了金西宗的时候 开始抛弃旧制度 完全采用汉官制度 那金国和辽国的汉化程度不同 还有一个原因是 辽国一直都坚持草原本位 他一直都把政治重心放在草原上 而金国在海灵王的时代开始就已经确立了汉帝本位 在金朝的前期 定督在金元内地的上京惠宁府 惠宁府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阿城市 在金西宗改制以后就出现了政治重心难移的一个倾向 在金西宗之后 海灵王成帝 海灵王把首都迁到了燕京 并且把燕京改名为中都 中都就是现在的北京 那在这个时期 那金朝就确立了 把国家的根本 也就是把国家的政治重心放在汉地 那女真人的汉化过程就是这样 金朝现实把大部分的女真人都移民到了汉地 再把政治制度改成了汉管制度 把首都也迁到了中都 女真人开始就完全的汉化了 在后来的清朝 在清太宗实录里面记载 可以看到 后来清朝的统治者 在总结金朝王国的经验教训的时候 就把责任算到了金西宗和海灵王这两个人头上 说他们开始学习汉人的陋习 使得女真人丧失了淳朴朴素的风气 导致金朝王国 在汉化之后 金朝上层的社会普遍都沉溺于汉文化 金朝中期的金章宗 他从小就受到汉文化的熏陶 不仅饱读诗书 因识作父 而且他汉字写得特别漂亮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金章宗喜欢写书法 他尤其喜欢金徽宗的寿金体 他就专门来练习这个寿金体 他写的字跟宋徽宗写的字 后人都难以分辨 现在有一幅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女史真图 这个图上的字迹 明清以来都认定是宋徽宗写的 后来才被鉴定出来 原来是金章宗写的 就说明金章宗当时的书法水平 已经到达了很高的程度 那作为一个皇上 他的汉化程度都这么高了 到了金朝的中期和后期 学习汉文化 已经成了女真人中的一种很时尚的风气 那金朝的大部分官员都崇尚汉文化 金朝的末期有一个名将 叫完颜臣和尚 根据一山集的记载 说完颜臣和尚学习孝经 论语春秋左诗传 都能尽通其意 他在军中没事的时候 还在窗下写字 好像一个苦读的书生 就说明当时在金朝的大臣里面 汉化程度也很深 后来到了金世宗的时候 他觉得女真人汉化的实在太严重了 他又挽回女真的传统文化 金世宗就开始倡导人们说女真话 写女真字 那这个运动呢搞得很大 可是到最后也失败了 女真人汉化的趋势 已经形成了风气 根本扭转不了 在女真人上层社会 开始五文落末的同时 女真战时的骑马射箭也荒废了 那女真人的射箭荒废到了什么程度呢 从一个地方就能看出来 当时每年宋国都给金国进贡 在进贡的时候有一个习俗 就是金国要举行一个社工宴 金国和宋国在宴会上面要射箭 来鄙视高下 那在金朝的前期 都是女真人胜得多 宋人胜得少 从金世宗往后 这个胜负就颠倒过来了 都是宋人胜得多 女真人胜得少 那女真人这个时候 连自己最擅长的射箭 都已经比不过宋人了 在金史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在大定十年 也就是公元1170年 宋朝的使臣来给金朝的皇帝庆祝生辰 在社工宴上 金世宗命令护卫里面善于射箭的人 跟宋国的使者来鄙视 结果宋国的使者射中了50只 而金国的护卫只射中了7只 差距如此大 说明女真人的骑射功夫 荒废的已经非常严重了 女真人的汉化 从根本上改变了 他们原本好战的精神 和勇敢无畏的性格 当时的宋朝人曾经做过比较 说在金朝初年的时候 女真人只知道杀敌 完全不畏惧生死 在战争之后 他们就把抢来的东西都给分了 所以每次战争 女真人都能取得胜利 现在女真人在南方生活的久了 知道了要去爱护自己的家人 所以他们就都怕死了 也没有了当年果断勇敢的风气 现在的女真人 在出发去参加战争的时候 居然要跟亲戚哭着告别 说明他们对战争 已经畏惧到了一定程度 以前的女真人 一听说打仗就很欢喜 现在一听说打仗都很害怕 那这种宴战的情绪 就反映了当时女真人的精神状态 这个时候的金朝 上层社会崇尚文学 武力严重退化 作为金朝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蒙安谋克也开始衰败了 金朝统治者将蒙安谋克 迁徙到汉地之后 作为统治阶级 女真人占了最好的土地 在占了土地之后 女真的战士们就都下了战马 纷纷当上了地主 根据金史里面的记载 山东大明等地的蒙安谋克 往往都很骄纵 他们自己不种地 让汉人种地 他们自己只收租 很快这种懒惰的风气 奢侈的风气 成为了女真人的主流风气 看到这个现象呢 金朝的朝领 他不得不下令 让女真人自己下地干活 不能让汉人来当殿农 可是呢 这种趋势完全控制不住 在当时 拥有大量土地的女真贵族 教涉一役 普通的女真人 他为了享乐 也是节泽而鱼 坐吃山空 到了后来 甚至很多的女真人 都是靠卖土地和卖奴婢 来维持生活 那女真人 她生活安逸 吃喝不愁 她们的人口就繁衍迅速 女真的人口多了 土地不够了 怎么办 她们就直接从汉人手里面 来抢夺 当时的金朝有一个词 叫瓜地 这个瓜地 指的就是女真人 剥夺汉人的土地 可以很形象地 看出当时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的女真人 已经基本没有了 上武的精神 金朝的兴起 是因为女真人的 上武精神 现在这种上武精神 彻底失去了 猛安猛克 也没有战斗力了 金朝的衰败 就很明显了 而这个时候 在北方的大草原上 成吉思汗开始崛起了 成吉思汗 逐步吞并了 草原上的各个部落 统一了大草原 他开始准备 向金朝复仇了 蒙古人 为什么说是复仇呢 因为金国 他也一直在防备 草原民族变得强大 草原民族一强大 金国的边疆就很危险 所以金国每隔三年 就派出一次军队 去草原做一次灭丁 灭丁就是金国的军队 到草原上屠杀一番 来减少蒙古的人口 当然金国没有办法 把蒙古人都给灭了 蒙古人一看 金国的军队来了 能跑的就跑了 那在草原里面 蒙古的有生力量 一直都能保存 但是每次的灭丁 使得很多的蒙古人 都被金国屠杀 这就让蒙古和金国 有了很深的仇恨 所以当时在 崇尼斯汗崛起之后 他就要开始攻打金国 那蒙古人跟女真人的对战 那有没有出现 这么一种场面 就是蒙古的铁骑 在战场上对战 金国的铁肤屠 那这种场面 根本没有发生 因为女真人 这个时候 别说铁肤屠了 她连普通的战马 都不多了 女真人 可是靠最优良的 战马起家的 她也会缺马吗 这就是事实 我们有一位 历史大家 王增宇先生 他写了一本书 叫《金朝军志》 他在书里面指出 金西总对宋一和以后 金国的战马 似乎逐渐不足 那金国的战马 为什么会不足了呢 缺马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战争的损耗 金军战马的损失 主要是在跟 宋军打仗的过程中 损耗掉的 金军跟辽军 他打了十年仗 契旦人到最后 都没有找出 能破解铁肤屠 和拐子马的方法 所以在契旦人 打仗的时候 女真人的战马 损失很少 但是当金军 跟宋军打仗的时候 你别看宋人 他总是挨打 但是宋军 跟金军 只打了两年 他们就找到了 破解铁肤屠的关键 这个关键就是马 虽然我打不倒你的人 但是我可以 打倒你的马 岳飞的贝维军 就是用精锐的 装甲重步兵 装砍马蹄 宋军当时还发明了 专门射马的枪弓 叫克迪弓 根据三朝北盟 汇编里面的记载 这种弓 每次射铁马 一发就能射到 在宋军的战术 调整之后 亲军不败的神话 立刻就被打破了 宋军从川散 一直打到江淮平原 多次重创金军 宋军的每一场胜利 都会造成金军 几千匹战马 甚至上万匹 战马的死亡 金军战马的损失 第二个原因是瘟疫 根据金国自己的记载 他在大清国制教证里面 记载 由于金国的不断南下 本来生活在东北 冰天雪地里面的黑龙江马 一下子到了炎热潮湿的中原内地 黑龙江马很多都适应不了 就发生了马灾 死了很多战马 第三个原因是金军的战线拉得太长 他们的后勤供应不足 金军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征服了北宋 那金军在战场上从河北 一下子拉到了陕西和长江边上 但是他们却没有建立后勤的补给制度 他们的粮食主要靠抢 在刚开始的时候 金军打宋朝的一个措手不及 老百姓都来不及跑 粮食就都被金军给抢走了 金军他也不愁粮食 可是到了后来呢 宋朝的老百姓一看风声不对 立刻就跑 该躲的躲该藏的藏 他们在跑之前呢 还都把物资给焚烧掉了 那金军就经常抢不到粮食 抢不到粮食怎么办 就只能杀马吃了 所以呢 金军的马就越来越少 那金军的战马消耗虽然大 但是他们没有补充吗 我们之前说过 在女真人入驻中原之后 90%的人口都迁徙到汉地了 那女真人养马的方式 她并不是官府统一来养马 而是自己家养自己家的马 某案某刻都是上马打仗 下马种地 自己养自己的马 那女真人大部分都移民了 留在东北的女真人就很少了 那么优质的黑龙江马 自然就没人养了 那金国的官方也想过 由官府来养马 但是他并没有官府养马的经验 他们跟谁学呢 他们就跟汉人学 结果他学的官僚腐败很严重 所以呢官方养马 他也没有养成 所以女真人的战马 一方面是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损失 一方面又是补充不足 它就越来越少了 等到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来复仇的时候 女真的士兵既不能打了 战马也不充足了 就造成了在野户令之战中 蒙古人只用10万军队就打败了金军45万的军队 那再之后的战役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那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您点赞分享订阅 再次感谢 我们下期见